气球握在手里 白宫表示不会送回北京 时间点敏感 朝鲜气球进入韩国领空 侵略联盟开始瓦解 普京防范瓦格纳首脑 中国女子购买日本冲绳岛屿 或可作监视驻日美军基地 讽刺中共强迫劳动 美剧被香港迪斯尼plus下架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环球看点 今天是2月7号星期二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美国白宫2月6号表示 美国在大西洋继续打捞 中共侦察气球的其他碎片的工作 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而美国情报专家 也就已经打捞上来的 一些侦察气球的残骸展开了研究 相关的资讯具有情报价值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强调 美国没有计划或意图 把侦察气球的残骸归还给中方 科比说 目前的天气条件不允许对碎片现场 进行太多的海底监视 美国人员将在未来几天 能够下到海底的残骸现场 更好地观察海底情况 但这份工作才刚刚开始 他补充说气球碎片散落的区域相当的大 根据NBC新闻的报道 这颗气球本身就很大 高约200英尺 上面的有效载荷 与支线喷气客机大小相似 重量超过2000磅 有报道说 这个气球及其有效的载荷坠落的碎片场 大约有15个美式足球场那么大 美国海岸警卫队周一表示 将在南卡罗来纳州 斯福塞德海滩外 气球坠落附近的海域 设立一个临时的安全区 美国政府高级消息人士透露 打捞的中国气球残骸 送往弗吉尼亚州 匡地科的FBI处理实验室 将在未来几天内进行分析 美国政府官员还表示 美国仍在试图弄清楚中共高层 对这个间谍任务的知道多少 同时也会评估气球有怎样的信息传输能力 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 和北方司令部司令范赫克 在周一的简报会上说 一个担忧是这一设备是否携带爆炸物 或者是其他的危险材料 这是美国披露的有关 这个间谍气球最新的细节 范赫克说 气球是一个可操作的平台 他们利用机动性对自己进行战略定位 利用风力来穿越他们想看到的国家的部分地区 但这让我们有机会评估 他们实际上在做什么 气球上存在什么样的能力 美国获得的最新信息 只加强了美国政府原先的说法 即这一气球并不像是中共官方所声称的那样 只是一个天气监测装置 美国政府的关注点是确定 中共领导人是否知道这一间谍计划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 政府仍在努力的了解中共官员对这件事的想法 华盛顿仍然在力求弄清楚中共高层 有谁在什么时候知道什么 审兵人士杨威认为 这颗气球现在还变成了一个被政治风向吹动的政治气球 白宫和中南海之间不想较量都难了 中共把责任推给不可抗力量 这无法让美国接受 现在气球掌握在美国手里 主动权在白宫手上 美军会趁势验证中共军队情报链条的运作方式 白宫会验证中共新班子的运作模式和决策过程 看习近平更倚重哪些人 或者是哪些人更有影响力 更主要的是 白宫会验证中共现在虚弱到什么程度 中共想草草了事 恐怕也是难以如愿 中共建立气球在美国的领空遭美军击落之后引发了国际的讨论 而在2月6号 韩国军方也表示 在领空追踪到了一颗来自朝鲜的气球 虽然事后确定不构成威胁 但是时间点仍然是相当的敏感 韩国军方的一份声明中指出 一颗朝鲜的气球在周日短暂的飞入了南韩领空 并在数小时之后飞离 韩国官方认为 这应是一颗气象气球 不适用于间谍活动 但是同时 朝鲜媒体报道 金正恩主持军事会议时 承诺扩大演习并加强战备态势 朝鲜方面还说 美国及其盟国的演习 已经达到了极端的红线 扬言要把朝鲜半岛 变成巨大战争军火库和更危险的战区 针对朝鲜方面这两个表态 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 对希望之声电台分析指出 朝鲜只是把战争当作勒索的手段 他故意去挑衅对方的痛处敏感点 他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他的内政 这个北韩的内政 那当然就是首推经济 他的经济发展就是有很大的问题 当然他也担心他安全上的威胁 其实他就是故意闹事 但是他不会去发动战争 然后要求他希望在美国跟中国之间 要求更多他想要的资源 二方面他当然也是借由这个闹事 他来换取美国跟其他的朋友 跟他的谈判 基本上他就是在制造他的筹码 这一点他这次这个气球 显然他要是跟过去学习伊朗一样 他也在学习什么 他也在学习中国 然后他故意闹事的一个策略 先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首尔 奥斯汀和韩国外长表示 将扩大军演并部署更多的战略资产 以对抗朝鲜的武器发展并避免战争 俄罗斯英兵组织瓦格纳集团不仅被美国列为跨国犯罪组织 实施新一波的制裁 作为普京密友的集团首脑普里格金近日也遭到了普京的冷落 被防范疏远 就是说这个挑起侵略战争的联盟也开始瓦解了 美国新闻周刊报道 普里格金的政治野心昭然若揭 战功却没有自己吹嘘的那般大 瓦格纳集团曾经在2014年协助俄罗斯军方吞并了克里米亚 去年普京再次挥兵乌克兰时也大量的参与战斗 英国智库专家指出 在战争初期 克里米林工与瓦格纳集团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商业关系 他们最初被视为非常有用的工具和战争工具 但是随着战事蔓延 普里格金不再甘于躲在幕后 他把自己当成国防部长 或者是在克里米林工内有很高知名度的人物 至少足够引人瞩目和受人看重 足以让他为国家所做的一切得到回报 他说话的内容也充满了政治性 随着他想变成一号政治人物 他被认为越来越危险 普里格金的目标是利用参战集会 成为俄罗斯政坛的核心人物 但是克里米林工也想要他和外界明白 他们才是真正的掌权者 如今在俄军猛攻巴克木特的行动当中 瓦格纳集团所扮演的角色似乎不再突出了 普京转而 亲爱专专业的军事人员和政府官员 逐步冷落了瓦格纳佣兵 报道指出克里米林工这样做似乎是在向 普里格金发出一个非常公开的讯号 俄罗斯国防部正在指挥这场冲突 就算没有他也能结束这场战争 普京一月份前往圣彼得堡 与市长别格洛夫讨论志愿军问题的时候 没有接见普里格金 明显的是冷落了这位瓦格纳集团的老板 一名34岁的中国女子宣称 购入了日本冲绳一座无人岛 并计划合作开发 受到了大量中国媒体的炒作 同时在日本的社群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日本媒体指出 这座乌纳坝岛虽然在国家安全保卫上 并非是重要地位 但如果将这座岛屿卖给中国的国企 北京官方就相当于拥有了 可以俯瞰日美军事基地的战略位置 这让日本网友纷纷惊呼 这将会是中共侵略冲绳的第一步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 这名叫做Tina的女子称 三年前购入了这座无人岛 位于日本冲绳 面积约为70万平方米 徒步走完整座岛需要花费4个小时 而岛屿当初的起拍价 才60万元人民币 这名女子还说 家里从事房地产和金融业务 岛屿是以家里公司的名义收购的 整座岛共有917笔所有权 她和家人购入了720笔 剩下一些属于隔壁村和民间所有 关于购买这座岛的用途 Tina说可能自家留下未来慢慢建设 或者是作为度假地使用 如果价格合适 也将转卖租赁他人 也可以是和企业合作 开发旅游专案 相关的新闻 事后在日本网路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日本媒体2月5日报道指出 若Tina的新闻属实 那很有可能会引起日本政府 及传统保守的选民的关注 因为保守派的选民们 对经济安全和地缘政治的担忧 正在蔓延 不少日本民众担忧 如果中共资本在背后指使 将来不断地在日本各地收购资产 可能会影响当地的治安 更会出现中国殖民化的现象 也有日本的民众指出 中共有国防动员法和国家情报法 其中就规定在紧急情况之下 可以进行军事动员 并要求民众配合 在战时或成平时期 与中国政府的情报活动合作 换而言之 一旦发生紧急情况 中国人将被视为士兵和间谍 而他们拥有的公司财产 将被允许充当中共情报机构 和军事设施 不少日本网友提出 日本政府应尽快地修改法律 阻止或限制外国人购买日本的领土 甚至有网友惊恐地表示 这将是中共侵略冲绳的第一步 英国《金融时报》披露 串流业者Disney Plus 在香港的平台下架了 家喻户晓的成人动画喜剧 辛普森家庭的其中一集 原因是内容提及了中共强迫劳动 外媒报道指出 在香港的用户 已经无法直接在平台上看到这一集 这一集的名称为《愤怒的丽莎》 于去年的10月份首播 最终有一段背景配乐 带有中国古风的元素 最终的角色美之辛普森骑着飞轮 一边看着飞轮荧幕上显示中国万里长城 一边听教练说 看看中国的奇观 比特币矿场 强迫劳动营 里面有小孩在制造智慧型手机 还有罗曼史 辛普森家庭的剧集在中国被下架 过去早有先例 2021年第16季的第12集 也遭到了香港Disney Plus移除 主要原因是剧集中的角色 前往中国领养孩子 其中许多片段可能触及到了中共当局的痛处 例如影片中以坦克等元素 指射1989年六四事件 并以天安门广场的一块石碑的文字反讽 1989年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 2020年香港国安法上路 强力的线缩香港曾有的民主自由空间 隔年香港更以保障国安法安全为由 实施电影审查制度 香港金贵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 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时说 迪斯尼可能担忧在中国的迪士尼乐园业务受到波及 而主动下架了迪斯尼Plus的影片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今天在网上看到一段有趣的说法和您分享 说关于为什么中国要花80多美元 买印度30多美元就能买到的俄罗斯石油 一位网友的回答是这样说的 尽效要趁早 毕竟再过几天可能就数欲尽而封不止了 对于这样的说法 还有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您在留言区说一说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